各位好 剛剛進入了早市中段 現在是10點01分 炎貨主板市場大戶主動買股比率是59比41 是不錯的 今早早港股並沒有低開 代表港股 其實不止港股 包括日股內地股市也是 跑贏了美股 說近日 所以明天星期六我會做一個投資影音分析 特別講上海股市 以及深圳股市的最新形勢 有興趣的大家明天留意收睇 現在錄得的資金證主動買入只有11億 不算多 成交一般 我們看看恆生指數小時圖 小時圖保力加通道底支持 試了 正如我剛剛寫了一段稿 在經濟通的 温雲豪情 不過應該是 同事還在打 未出街 說少少給大家聽 如果這個保力加通道底部 能夠 能夠 轉為上移 即是轉為上移 我們應該假設 整個星期的低位已經出現了 事會略為反彈 反彈完之後 跌多少呢 另一回事 這個反彈 可以是一個 B浪 即是A 彈一個B 然後再拿一個C 又或者 只不過是 A浪入面的 小型反彈 A未完 下星期二之前 才完 兩個機會都有可能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保力加通道 中族有阻力 SAR 利好 並沒有出現極點低位 RSI 仍然是維持利好 STC 仍然是利淡 因為%K 未能上升 %D 上 MACD 維持利好 整體來說 我只能夠說是偏好的 好有大舉出擊反攻的時機 並未到 順便看 日線圖 今天是 這個星期的最好一個交易 今天有沒有機會 錄得楊竹兼星市呢 真是未敢說 雖然現在是升 但不知會怎樣 看久了 指標方面 RSI 回到五天平均線 看看這個形勢是否能夠收市 如果能夠收市 如果能夠收市 即是說 全面向淡的形勢 就會有少少改觀 既然是一個星期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們看看周線圖 看看如果收市的時候 周線圖 除非一下大升 否則都是錄得 連續第二次陰燭 SAR 保力加通道 RSIMA STCMACD 全面 不是 一個利好 四個利淡 一個利好 即是 利淡 中線還是利淡 然後我看看 今早早到現在 這半個小時 多一點 大戶的情況 大戶的情況 買賣 掛牌買賣最多的 就是 Credit Suisse 然後到美林 然後就 UBS 高盛 和花旗環球 我們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Credit Suisse 主要參與 掛牌 買賣 的多數 都是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主要托價的 很分散的 五隻上面 主要 壓價的 阿里巴巴 和美團點評 都是壓價的 美團點評 阿里巴巴 壓價 我們看看 Credit Suisse 在做什麼 Credit Suisse 拉高一點 看看 多一點 10個 OK Credit Suisse 主要被動買賣 是阿里巴巴 還有就是 騰訊 和美團點評 而在 權證 衍權證上面 主要就是 這兩隻 買賣 牛紅證 就是這兩隻 大家多多留意 如果是 喜歡 短炒 或者即時炒賣 衍生權證 和牛紅證的朋友 他主要的 我們看的 股票 主要是 做阿里巴巴 騰訊美團 說了 阿里巴巴 集中看看 他就 買入 賣出 正賣出 正被動賣出 掛盤 被人掃了 賣出 資金額計 是 九 不夠長 OK 是 九千二百萬 同時 掛盤 沽被人掃了 有兩隻 騰訊和美團點 評分 三千多萬 港元 看完這個之後 我們又看看 三十三個行業 類別 現在主要就是 軟件服務業 的 資金證 這次是主動 數貨 最多 錄得 平均升幅 0.4% 提示 半導體 0.339% 錄得 資金正主動賣出 剛才是正主動買入 不是 我看了過去五 又是 看錯 都是正主動買入 是兩億 不過 如果你對比 過去 跟過去五個交易入合計 軟件服務業 還有 48億多的資金正主動買入 半導體業 就只 錄得 6億多的資金正主動賣出 都說了這隻 因為這個B 就看到了 就是 過去五個交易入合計 有11億港元的資金正主動買入 這是 醫療 保健業 我們看看 軟件服務業 現在有下方的螢幕 拉上給大家看 軟件服務業 軟件服務業 現在最多資金正主動買入 是 正主動買入資金最多的 是這隻 阿里巴巴 不知道 螢幕彈來彈 有問題 用兩樣的 阿里巴巴 就正主動買入 兩億多 跟著 同樣地有兩億多 就是騰訊美團點評 都是正主動買入的 有一億的就是京東 跟著就輪到這個 恆騰網絡 就得了五千多萬 五隻都表現好 有資金正主動買入的 在低位有主動買盤 大戶買家入市 入市掃貨的 不過阿里巴巴 在跌 京東都在跌 恆騰網絡創五十二週新高 OK 就看完這個之後 我們看看做什麼 先 說完了嗎 不如 就是 立一立 剛才說到阿里巴巴 不過阿里巴巴 我講過了 下星期一會詳細分析 現在初步看下的日線圖 主要五個 技術分析指標 仍然是全面利淡的 起碼你也等個 股價升到 普利卡通道 中族上邊 況且 中族的阻力 一直向上移 拉到股價上移 阿里巴巴暫時 還未可以看好 短線來說 最後就看 美子期貨 現在是3360.25 跌了17.63 銀生指數 國企指數 紅籌指數 全部都偏高 超過0.5% 由0.42% 至0.75% 不等 科技指數變得好 是1.8% 今早早市一開 之後 由 急不及待 藍籌股的買家 進去買貨 我本來想著它跌就跌 低開 立刻才是沖上 低也不低開 反映出 很心急 我想的主要原因就是 周末之前 過的 先幾日做淡的 急於入市 獲利回吐 入市 平舊 平舊淡 倉 你看到 日本 上海 深圳 全部都處於 偏高水平 相對而言 美股表現淡 好了 今天的分析 我在此為止 準備一會兒 跟媽媽吃飯 預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明天我會講 上海和深圳的股市 最新局勢 後日就想投資現鑫教育 是想這個 陰陽足的主要 轉向形態 如果您有機會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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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